這是我還不太會騎車的時候發生的事情 有一次朋友騎機車載我 剛好就經過辛亥隧道 朋友因為平常騎車的速度都蠻快的 所以我對於這個速度也蠻習慣的 不過那天就騎一騎進到辛亥隧道之後 朋友的車速突然就整個大慢下來 就慢到一個我會覺得有點不耐煩的速度 然後他就頭這樣滴滴的也完全沒有任何動靜 叫他也沒有回應 我想說 幹是不是卡到 然後出了隧道之後朋友的車速直接就回復成原本很快的速度 過一陣子停紅燈的時候我就問他說 你剛剛為什麼騎那種慢啊 是不是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就慢慢轉過來跟我說 幹 區間車速啦